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城市座人壇第二節 今週又不好意思 又是廁所音樂的小段 人們說現在變成了洗澡 也可以的 我覺得洗澡好像比較好 如果要洗澡四五分鐘 也可以的 大家希望可以多一點支持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播放已經很適合 以洗澡音樂來說很容易接受 剛才那首是巴克 波蘭登堡協奏曲 第二號的第一個樂章 有些人說 是否有些廣告播過 是的 一定是 因為波蘭登堡協奏曲 六首 現在用來 流盤 即是扮演高雅 通常都是用這些 通常用巴克亞 不是震莫德特 六首的波蘭登堡協奏曲 但是你經常都會聽到 因為它是一個很適合 用來做背景音樂 時間也不是太長 用來扮演高雅 扮演歐洲味 最適宜用來使用 當然它也有優勝之處 就是它的旋律比較輕快 也挺容易聽的 我自己聽古典音樂 頭幾年 即是由六年級開始 都是聽這些入門的 所以我就想介紹多些 這些入門歌曲 即入門的音樂 讓大家的抗拒沒那麼大 沒那麼大 因為比較容易聽 剛才那首是第二號的協奏曲 如果大家不知道 協奏曲 主要是一種或幾種樂器 然後配一個樂團去奏 或者是協奏 在巴洛克時期的協奏曲 就未完全成熟 所以什麼形式都有事 剛才那種也是協奏曲的形式 有一個樂隊 但樂隊通常不是那麼大的 聽出來都覺得是 沒有那麼響響的聲音 樂隊是一個chamber的形式 可能是兩個violet 兩個中提琴 有一個大提琴 有一個bass 就算了 而特別的地方 剛才那首是有四個樂器 四個獨奏樂器的協奏曲 包括這個Dec 喇叭 是不是叫喇叭 小號 小號不是叫喇叭 小號不是叫喇叭嗎 其實就是小喇叭 就是Trumpet 就是小號 Dec 雙王館 和Voolin 就是小提琴的四個樂器 所以一邊聽下去會有不同的樂器 交互去奏 有他自己獨奏的樂段 然後再配合一個樂隊的襯底 挺熱欣賞的 其實我希望如果大家想 開始入門聽聽古典音樂 除了莫薩利和貝多芬都比較容易入口之外 巴克的布蘭登堡協奏曲 那六個六首 都是多值得大家聽聽 聽聽聽 習慣了 覺得挺喜歡的 就可以慢慢再涉獵多些 一樣 都是同一個概念 接下來兩節 都是會播布蘭登堡協奏曲的其他的樂章 樂章 沒錯 待會再說 回來 城市長的論壇 通常第二節就是講正題 正題 這陣子是 哈哈 一開始就講了一些不來鬧的事 慢慢才引入 我當天還是朋友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況 對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近況要分享 哈哈 回到剛才所說的 有宋立宮這些奇怪怪 其實我看到他 我很討厭 是嗎 為什麼討厭 就是 實在是 有些人 那種 言不及疑 以及沒有什麼講中點的感覺 是很強的 是的 這種人最適合 給小學三年級 用來做工作子 給你三個點 最正路的答案 那些人就對了 但是身為一個答案的港師 要對某些問題 要有精闢的見解 他從來沒有 是從來沒有 而且沒有立場 學者 一定沒有立場 學者可以在講一個問題 那個是非 對錯 或者是 pros and cons 你是有一個很客觀的分析 但是到你自己 對某件事要有一個評價 一樣是有自己的評價 在外國 很多時候是學者與學者之間的駁火 但是很多學者都可以站得好 尤其是政治的學者 是有很明顯的傾向 這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的是 風氣自由就可以了 又不是只有一邊的學者 就沒有另一邊 那是不行的 所以蔡立說 我很討厭 我最討厭這些 中立說話 說不到自己的立場 我最討厭 其實我覺得沒有立場 其實是有立場 因為沒有立場的立場 是什麼呢 就是使民都沒有立場 因為這件事 其實對於管治 如果你想得陰謀論多一點 對管治來說 如果全民沒有立場 就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像 一個預設的導遊 這個導遊 譬如帶你去紫禁城 告訴你 這裡是MART 那裡是MART 這個是什麼現象 那是什麼現象 但他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不會帶你去太和殿 是不是太和殿 最大的那個 不會帶你去太和殿 因為我當太和殿 他收了一些不讓別人看的東西 他帶你去太和殿 對 於是這個導遊 就帶你去紫禁城 拿到你的信任 覺得他很認識所有東西 然後就帶你去遊花園 遊一些小的宮廷 看看廁所 看看九龍壁 然後看完了 就是這樣 就避免了那些 他不想你去揭示的地方 我覺得馬惡 一大大人全部都是這樣的 其實以前也不是的 以前也不是的 譬如馬惡 他以前也不是的 但是自從進入了普選 就變成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他最差的地方就是 他現在說其他的問題 都會有一定的看法 但是呢 一說回這個對於普選 政治怎麼走 其實第一 他已經是沒有出來扮學者 你麻煩你用你普選年的身份 先說 要搞清楚一點 或者你還可以扮學者 但是你不可以揭露你自己普選年的身份 告訴大家 這個立場 這個要搞清楚 第二 一說到立場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自己 踩上去 自己支持了 現在只有一個吉 所以 用一些很醜陋的方法去避 又怎樣幫自己打完搶 都會令自己人不像鬼 是的 又或者令樹一個旗號 就是說 兩塊民要團結 是的 就是那些這樣的事情 帶領大家一起 兩塊民團結 但他譬如說其他問題 就沒有那麼和氣來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些 都是 不知道 都是那些人正確不夠促立 總之我覺得現在的現場 如果是覺得他怪怪的 背後的九成都會有些陰謀 我覺得現在 反而你的立場說得清楚 就算你覺得他錯到瘋 我反而覺得也佩服這些人 譬如劉王雄 是的 我覺得你怎麼突然說 我覺得你是要怕共產黨的 怎麼突然說出來 不要浪費氣 在那邊繞來繞去 我最討厭的是 用那些學術的包裝 什麼 什麼 Path Dependent 那叫什麼 路徑依巡 那種真是廢得 廢得哭的 這個明明是一個科學 即是運籌學的術語 你用了政治學術 它又沒有內容 但又說完出來 好像有整套政治論述 是最討厭最廢 而且是擺明騙人的 這些人 他是有心騙你的 都不知道說了什麼 不如我就用學者的權威 然後說一些你不明白的東西 來騙你 然後希望你不去真正深入 去想這個問題 就覺得 也有些道理 勞敬於巡 不是 學者的權力來自jargon 你來自他們本行 可能他們發明出來 或者他們共用的意見 但在外面的人是不明白的 於是你很難挑戰他的話語權 多了一個barrier 所以自覺覺他很重要 是的 尤其聽人們的網絡 都是好的 聽多些人說不同的東西 發現原來這個人說的都是廢 是的 有時候我也很明白 大家有很繁忙的工作 也不是很時間去關注每一個問題 所以有其他人幫我們分析 當然不是說我們 我只是用水蜜罪 有些達人幫大家分析一下 把問題拆解開 然後發現這個世界 其實那些人的廢話是多到不堪 是的 亦都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世界的學者 是廢到不堪 是廢到不堪 老實這麼說 這個世界不單是學者廢到不堪 連那些所謂專家 政府高官都不用說了 有什麼專家什麼 專家什麼 都是很廢的 很穩笨的 不只是那些財經演員是廢的 其實什麼行業都很多廢人 譬如說說宋立功 但是宋立功 一向都是這樣的 十幾十年前都是這樣的 總之就是永遠都站在中間 閃閃閃閃 沒什麼可以說出來 所以很討厭 但是最慘的是這次兩位 周浩鼎 周浩鼎說來講去都是那一塊皮 對 總之你暴力不對 文明社會 如果是這樣 他就會把一些很軟的東西 所謂用滑波的理論 總之 如果你這樣也可以 我爭取什麼 我又打你 那些事情 但是要留意 這種說法 當然我們聽到也不拜 但是很多人是拜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尤其是聽到這個節目 大家要裝備自己 如何去對付這一套的說法 所以我在想 今天節目講的角度 可以怎樣 不如大家想想 如果當日 謝志鋒請過是你上去 而不是Anson Wong 那你要怎樣去應這場戰 那我就要討論究竟 首先要討論暴力是什麼 我做陳先生的說法 陳先生的說法 陳先生是有點詭辯的 陳先生也是有點詭辯的 我覺得這樣 某部分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有時候 就算你沒有一個想法去打人 他的暴力的程度 令你有一個威嚇的感覺 就算你可以很嚴謹地定義他不是暴力的一種 在大眾的用途上 這個就已經可以用是暴力的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但是 這個要撇開 但是回到現實的層面上 在香港的那些 真的的確不是什麼暴力的 沒錯 這個真的要搞清楚 我們有很多種研究 譬如我們很獨立地討論 究竟這個暴力有多暴力 打一拳 打一拳 不單在香港一直以來做的事 甚至在世界各地做很多示威和衝擊的事 這些都是很輕微很輕輕的動作 說不上暴力的 真是很難用上暴力的 但是唯獨是香港人 就是很覺得暴力 所以我自己也在想 在香港有人討厭什麼 其實他不是 不是這麼討厭暴力 譬如你一套電影 有些暴力場面 你不會很趕客 甚至有些人越暴力越喜歡 會走進去 反而香港人其實怕什麼 怕混亂 我覺得 怕混亂 怕一個disorder 所以譬如你如果在那個場面 他們用暴力來 term 這個場面 其實是錯的 用錯字 其實就是他們 哇你們這麼混亂 你們這麼沒有禮貌 這麼沒有混亂 那些 即是不同大眾 一般做的所謂禮貌 或者規矩 是的 其實你問我現在只不過是這樣 是的 沒錯 譬如像搶麥 其實很輕微 完全不是暴力 完全不是暴力 你說像上次 撞特首 疑似撞到他 其實應該完全不可能有撞到 那就更加完全靠不成功暴力 是的 因為他不是在喊 你們自己搞來搞去 不知道哪隻手又撞到那隻手 推骨牌在前方 即是撞特首 而且就算是多人推撞 譬如我在女人街逛街 周時的人推來推去 你不會說那個場面叫暴力 是的 所以那個用字 首先已經很悲劣了 是的 我覺得是港澳 我真的看不到那個暴力在哪裡 你說 好像上次韓龍那次 西貿那些 那些 現在有些火在推撞 你說那些是暴力 蕭先生那些都不是暴力